公管国小112年数位学习生耕计划 要让孩子进行在地产业的研究 运用新兴科技协助在地农特产的行销 在课程中我们透过统计社区家长的职业类别 观察在地农业的运作方式 了解在地农产的产销状况 从孩子的课程体验中了解在地产业的困境 孩子们利用市场调查工作体验 以及生产履历的制作 并且实际进入小农市集来进行销售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课程 持续推动数位生耕以及跨领域的学习 并且来回应SDGs2消除饥饿 以及食饿的负责任的消费与生态的目标 让孩子们能够学会主动探究 解决问题 并学会独立思考与团队合作 能够成为未来世界公民所具备的各项素养 这是我们这次数位生耕学习计划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设计 课程模组兼领域相互配合 教师相互资源 以最佳效率来完成 课程结束配置 三个模组总计42节课 模组一 从家乡的产业出发去探究问题 体验农夫的一天 透过身体例行 了解家乡农民的生活 分析并汇整申请标章的相关资料 模组二 小朋友在学校的农地种植水菜 并设计问卷 调查卖场消费者 在购买农产品时的考量因素 最后分析和提出 可以让人安心购买标章的内容计划 模组三 带小朋友实际走入小农市集 调查市集消费者的购买考量 并将调查结果 分析并制作出安心Code植物履历 最后再度进入市集 去贩售学校农地种植的蔬菜 检视课程学习成果 在课程实施和进度的部分 学生们到在地农产销售市场踏查 透过屏东市农会主任的介绍 让我们更了解市场的运作 而学生家长除了于凌晨三点钟 协助接送外 在进行小农市集贩售体验活动时 还提供了自己栽种的玉米及青芒果 让学生销售 运用在地资源与家长的配合 顺利完成许多课程的内容 在学习评量与成效的部分 与强调真实情境问题 与跨领域的两个要素下 我们设计了模组一课程的 两个素养导向试题 希望能培养出跨领域整合的学习成效 除了在室内进行操作性的评量外 根据不同课程性质与评分的专业性 会邀请专家进行评量 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实施后 与过往的表现比较起来 发现学生在主动协助同才 与小组团队合作上有明显的进步 主动协助同才 而目前可以发现 学生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 会主动关心或协助尚未完成任务的同学 让整体上课效率变高 小组团队合作 透过线上云端工作 以及教师的小组讨论流程模式 学生从一开始的兵荒马乱 及不着边际的前聊 到现在能在老师的一生 开始讨论下 迅速进行讨论与记录的分工 并能在线上工作的文件上 完成各组的资料汇整 展现小组成员都是重要的意见提供者 与完成任务的好伙伴 在推广与其他部分 今年本校在校内推广的部分 以于另外两个同年级的班级推广 模组一云端工作练习课程 办理三场跨校研习 一场公开观课活动 并至高雄人武国小进行校技交流 在社群媒体推广的部分 我们定期将数位生跟课程活动 在学校的粉丝专业 与全校家长师生分享 同时也获得热烈的回响 校外推广的部分 已分别至两所合作学校 进行十六堂VR360校园植物地图课程 好 拍到 我们来换一下吧 我们来换一下吧 好 来 来 zumindest 也 Kelley 再泰抽 在吃四国 这着 两个 都比资特 一领 都比资认 nn 這個八週的教學令我覺得最有趣的還是我們第一次在練習Docomax 360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第一次在圖書館練習我們先擺後再利用360相機來拍照 這個課程也讓我學到了很特別的網站就是校園植物地圖的Pinning360 它可以用來編輯360的照片可以增加圖示再把資料寫上去 而校園植物諮詢網站只要在裡面找到屏東線高速箱高速博想 就可以看到我們整個學校的植物的分佈地圖 在這個八週我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學到了報告的分享學到了360相機的使用方法 更讓我們更熟悉這個待過五年的校園 CMC最早的一部的職業 妳會出現嗎 妳們幾個要坐起來的幻想 好嗎 可以坐喔 為什麼要坐到底呢 肯定一定都搬得到喔 對 快一點 我是楊卉晨 欸! 你們知道嗎? 每二班最近做了一個 校園植物310的地圖喔 更多的課程體驗 讓我們成果展見